几乎已经在台湾绝迹的熊掌宴 现在传出竟然还有餐厅业者在贩售 的确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而当年也曾经料理过熊掌宴的名厨 阿基师说他很后悔 现在出再多钱他也不做了 而熊掌之所以这么会让人家注意的原因是因为 熊掌相传具有补气血的功效 但是周医师认为 充其量只是一个营养品 猪脚也有相同的功效 去谋烹煮的熊掌料理黄澄澄泛着油光 被中国人视为大补品 中国媒体直击哈尔滨餐馆外头LED荧幕 大啦啦写着熊掌宴非常高调 熊掌真的好吃吗 当学徒曾学过十年前并且赴日料理 熊掌宴的大厨阿基师说软软的没味道 吃皮肉毛皮弄干净 在你的口腔当中你抿它的时候 会感觉有很粗的毛根 尽管不好吃 但根据中国编短的中华本草 熊掌被视为具有健脾胃 补气血去风湿的效果 知识中医师认为猪脚加蜂蜜 中药才顿煮 功效一样没必要吃熊掌 不管是本草纲目或者本草悲药 这些很重要的重要点击 并没有记载熊掌 就是说把熊掌入药是没有的 如果蛋白质的补充 现在一般像猪肉啦鸡肉等等的 这些肉类是觉得很够 那一些氨基酸或维他命 其实从蔬果类都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 所以我不建议说我们来服用熊掌 这种当成一个补养品 料理过熊掌宴阿基斯说 很后悔出再多钱他也不煮了 无论站在保育或佛家因果论 煮熊掌吃熊掌 已经非文明社会能接受 明示新闻张会吴志宏 周炳于台北桃源 中国本导